我们要针对地区也要去做分析 去告诉老板说 在各地区的一个统计分析是怎么样 好 然后接下来当然就点 当然就点插入底下的 回到订单哦 插入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确定 接下来我们在地区的销售 所以卷轴拉下来地区 就是当你今天你要去做枢纽分析 就一定要就是做出这些简报 让老板知道我们的一个利润 获利的主要的来源 所以在这边我们一样建议各位还是用最简单的这个群组直条图呈现 建议这边排序 由大排到小 所以第一名是北亚 阿富汗那边 然后还有大阳洲跟东南亚 所以在这个地方 北亚是最多的 北亚最多 好那如果你看到地区 你可能可以再进一步的一样分析 透过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来去呈现 例如说我们的各年月的一个情形 我看把月放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因为刚刚已经讲过2020年 所以你看一下 它的顺序并没有减少 顺序并没有改变 但是针对整体来说的话 针对整体来说 好像感觉大阳洲这边有在减少 因为这两个本来是很接近的 好当我点2020年的时候 虽然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是感觉吗 不是 其实这样子是视觉化呈现 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视觉化分析 就是中亚的上升 中亚的上升已经慢慢有机会去取代北亚 再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9月9月这个趋势10月11月 好我想尤其是11月 那看一看12月12月它又掉下来了 好那在11月的时候 它是不是快追平了 这边快追平了 也就是说这两个第二名跟第三名的距离 这样越来越差距很大 好所以在地区的分析这边 我们可以知道说2020年的那个变化 2020年的变化在9月份 9月份感觉它的成长应该是来自于中亚 10月份10月份是北亚 然后11月份它也是中亚 这边的一个成长 可以写这些知识吗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各地区获利的统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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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